他们也没有办法记得他们下来 为此他们会用其他的各种方法来重新来现实 那就是现实以及生活在他们国家的事情 那伊斯兰的生活方式 所以头绪问题被提出来 胡子问题被提出来 但是等于一系列的问题都被提法做面 来讨论来争论 保守的牧师领 原教主义的牧师领 集团主义的牧师领 都成为西方这些电视节目 主流媒体呢 正对牧师领的天天提示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 他们的这种对于穆斯林的所谓主持 深刻的反映他们内心的红炬 也表露了他们对于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的偏见和气息 在他们的国家 妇女 可以趁黎静黎三年时 暴露的不能再获 甚至他们开出了裸体餐厅 但是他们就 金子布斯林穿上 everyday的国家 他们是一个自由的 不能带自由的国家 但是 他们去金子布斯林 又穿戴日夜服装 又建设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 所以主持伊斯兰 其实不是从论体上主持主持领 而是要从我们的信仰 生活方式上来限制主持领 这样的限制和主持 毫无疑问 会领这些用暴民主自由 但人生的反感 他同样也会 召集我们不思议的奋怒 不过呢 事务会有他的两面性 所谓塞尔士马 胭脂皮肤 一人的 我身体上主持的 礼物 最好 最好 都很适合 和我们这一人